这样一个就是Miles CI的一个程式的话 首先当然第一个 这边会需要让使用者 就是乱述给他一个问题 问题为 这个中间的话就要串一个什么 串一个随机抓取的一个什么呢 英文的月份的英文名称 把它丢到这一个字串里面 OK 那我们要怎么样可以动态的去抓 那首先第一个 如果说你要乱述 像这边的话我是May 那其实实际上呢 第一个一定是什么 乱述嘛 所以我们刚刚用过 Import一个Random Random的话你叫Random Range Random Range的话 那你可以在1到12之间抓一个值就可以 那特别注意 这边底下可能各位要慢慢习惯 未来会有越来越多 类似长这样的东西出现 那这个叫串列 意思就是说你以前那个如果假设一个变数 可能像一个字串就放一个值 可是如果你有多个值的话 特别重要你一定要放串列 而且串列非常的重要 在Python如果你对串列不熟的话 很多地方你可能会写的写不出来 OK或甚至写错都有可能 那比如说以这个地方来看 我们有1到12月份 那我刚刚提我刚刚有讲过就是说 如果你要产生的话 像我这个其实是 是在那个 Excel里面自动帮我产生 那我就先输入一个1月嘛 至少我要能够把1月份背出来 如果你1月背不出来的话 那那后面就没办法 至少你要有1月份 OK 或者是好像如果你是 哪一个 哪一个背的出来 其实往下拉应该也可以的 反正如果你 1月份背不出来 没关系 你就是找一个最最简单 MAY好了 5月嘛 对不对 你就输入5月 有没有 其实好像也OK 你MAY 然后呢 你就是直接怎么样 往下拉 特别是往下拉 它自动会帮你把什么呢 底下的每一个月 通通出来 OK 这样也可以啦 反正因为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在Excel里面就会有个清单 那这个清单就已经帮我把那个 1到12月份的英文都已经 输入到里面了 所以我不需要去背这东西啦 好 那我们假设啦 从这边 已经有这个12月份的资料 那记得 在Python里面 然后它没有像Excel 它可以直接有一个类似像这样 一栏 然后有很多个储存格 那怎么办呢 我们必须把它 这些东西复制 像这边可能要做一点苦工了 你把它贴过来 那特别注意 我们建一个串列的变数名称 也许叫Mans Street 这个名称可以自己取 那等于后面记得 这个地方的话呢 记得就是一个中国阿湖 中国阿湖就串列啦 反正以后看到串列 记得就是中国阿湖 那里面如果预设要给它什么值的话 那记得 我们就把刚刚的那些东西贴过来 那结构一定是什么呢 前后一定要双以后 因为它是一个次串 另外的话呢 中间请你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那个 这个这个斗点 比如说第一个 一月 然后呢 斗点 二月 三月 一时一时类推 那最后的话呢 就一定是中国阿湖结束 这个是一个串列的基本架构 OK 那 可是这边有个问题哦 如果你以后要抓第几个的话 它的 index 特别重要 它的那个索引值 第一个一定是零开始 第二个一定是一 第三个一定是二一时类推 那因为这边有十二月份的话 最后一个是十一 但是哦 其实我本来以前是写这样 但我觉得有个麻烦的地方 什么麻烦呢 那明明就是我是一到十二 可是以后如果是索引值 变零到十一 那这个有个麻烦的地方就是 我变成我要随时要怎么样 如果要索引值要减一 然后我要转换到那个月份 我又要加一 一下要减一 一下要加一 头很痛 所以后来我就想一个取巧的方法 什么方法 我就干脆怎么样 直接就不要 我就直接在这个前面多一个空的 双引号加一个逗点 意思就是说 把第一个空下来 那也就是零的话 这个是空的 那一月份的话呢 实际上刚好 所以我的因勒所影值 一就放一月 二就放二月 这样的话 其实我觉得写起承赛会比较简单 否则的话有时候常常 你最后城市里面有的地方忘了加一减一 那你城市就错了 那你如果用这个方法就完全不用加一减一 反正呢一就一月 二就二月 那缺点就是说你前面可能要浪费一个空间 什么空 那浪费那个空间其实我也不足道了 所以其实这个方法后来我干脆就这样 所以有的时候写城市为了要让他比较好理解 自己也比较好 跑这个这个思考 所以我就用这个方法 所以特别是这样子的话呢 可以避开可能的错误 那接下来呢 再来就是第一个 我就用那个建立一个串列 一到十二月份的这个英文单字 再来利用random 去取出一个什么乱数 也就是从一到十二月份之间 帮我取个乱数 那我就一 然后也是random range 取一到十三 就是一到十二 帮我乱数取一个 那我如果要丢一个问题 给那个user端的话 那我可以什么 在底下多串一个什么 一个问题 input 跟他讲说问题为 特别注意哦 那这个时候呢 他会丢一个乱数 比如我刚刚是这个乱数是得到的是五好了 假设五 这个mance的话呢 就得到五 那可是我问题 我问题为 我不能说问题为五 是哪个月份 问题为 你要把那个串列里面第五个 帮我什么 抓到这边来的话 特别注意哦 写法 请记得要用什么呢 问题为串接什么 mance stream 这个mance stream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串列名称 中瓜五之后的话 你就把这个变数放进去 实际上就放个五了 这个地方我们因为我们是 用那个mance取得乱数 所以问题为mance里面是五 所以刚好就抓到may 把这个什么呢 这个串列里面的第 其实是第六个 把这个may放进来 这是几月呢 就显示在这边 OK 那user端就输入 比如说他输入一个三 那接下来的话 我要怎么比对 他其实逻辑非常简单 底下的话呢 我们就一样 无穷回圈 猜到对为止 所以我刚刚讲过 其实你可以把它公式化 画有一帽号就好了 一幅什么呢 如果他猜对了 如果他猜对或猜错 先猜 如果他答对的话 也就是说呢 他输入的值跟mance 一模一样的话 我刚刚讲过 这边就不用加1减1 因为其实呢 都是一样的月份 比如说你输入1 那就是乱数也是1啦 然后如果两边是match的话 那表示呢 是答对的 printer答案正确 然后并且break掉 OK 跟刚刚一样嘛 那反思的话就猜错 这边的逻辑比较简单 else就可以 else呢 printer答错了 并且怎么样了 让他再回到底下 请再输入一次 OK 也就把上面这一行呢 再把它复制下来 这是几月 那一样的方 这个地方应该没有break 所以他又跳回到fire1 然后呢 再判断一下 两边有没有match 没有match 继续猜 直到猜对为止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们把它执行一下 几月 我输入一个5 enter 错 然后一样 主代 7 enter对不对 答对了 就跳离 break掉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这边的话呢 主要特别注意 尤其是串列 请各位要格外注意 因为串列未来 如果你对串列不熟以后 你要使用python 处理任何data的时候 应该问题会非常大 因为只要举凡是外部的档案 或者是外部的资料库 或者是网络啦 ERP或者是其他资料 要汇入的话 大部分都会放在串列里面 所以如果你对串列不熟的话 那麻烦了 应该你后面 应该就没办法处理了 所以特别注意 串列在python里面 的资料形态里面 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串列其实跟 那个其他程式语言蛮像 就有点像正列 不过最大的差异是 它可以放不同形态的东西 也就是说你 可能里面有自串 你也可以放数次 也可以放 有小数点 幅点 反正各种形态 它都可以接受 也就是它可以不放单一 其实我觉得这个 这个是比较跟那个 大数据分析 Big Data可以比较match 但是理论上一般 我们用到 放不同的Data的 机会好像不大 不过至少 有它这样的一个特性 未来你就知道说 可以这样用 那请各位先稍微试一下 把刚刚的 这个Minds CAIE的程式 稍微run一下 尤其是串列部分 我们也先下课休息一下 待会再来看 其他的练习题